那他这个教授就要求说 把他的胶子全部叫过来 因为他认为他有胶子里面有问题 那这有没有办法治疗呢 那就是打甘素啊 就是打低阶段的甘素打打打 那后来这小孩子一直都没有看到心跳 后来就是流掉了 那但是这个病人就 对于那个教授的诊断 很没信心啊 那个教授好像讲得很年重 说你们胶子一定很多人有这样血栓 可是他回想一下他的外祖母 他的妈妈好像也都没有血栓 所以他来找我 我就说你如果对他没有信心 我再跟你转到银口肠庚再去做切证 那后来证实他的确是有 这个是一个少见的一个体质 所以如果说有血栓的话 他是因为怀孕了 因为血液上的变化而跑出血栓 他如果没有怀孕的话 他可能不晓得他血栓 所以他他人生一直到三岁月 就来找我做试管婴儿 怀孕之后才发生血栓这个 那当然因为这个他才知道体认到说 他有X蛋白缺乏 proteinase deficiency 那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 所以有时候怀孕这件事情会让病人 诊断出他以前所不知道的疾病 这个大概很多孕妇所无法理解的 那这是可以说是因为怀孕所造成的那种体质改变 因为他在整个瘦果兰疫的过程 我们打针他部分的血液造成浓缩 让他本来的X蛋白血的这个体质跑出来也有可能 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也是蛮紧张 就是说哇那血栓这种这个如果说没有赶快治疗的话 是会有问题的安全上有过滤 那他现在还有在尝试怀孕吗 他就我就没有他就吓到了 他就我说那你如果说不考虑还 你一定要找血医科去控制 因为这个是不管你生不生 就是安全上的过滤 所以血栓是很少见 但是一碰到有时候就会有时候闹人命的 比如说那个血栓跑到脑部变中风 或跑到通常啦这种静脉栓塞 这种血栓通常会在大腿的静脉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有一只腿大腿会肿起来 摸起来烫烫烫的 那大概今晚算是跑不掉 是我们看一下一段VCR 好那这是子宫镜 子宫镜在子宫形状的检查异常 其实只是部分的功能 它不是全部子宫形状检查 有时候你看子宫镜 有时候你可以看塑软管射影 有时候可以看3D立体擦弯波 或腹腔镜都可以 那如果说一定要说哪一种子宫形状异常 用子宫镜来看 大概比如说双子宫或重个子宫 双脚子宫或重个子宫 子宫镜就比较异 或者的话子宫镜在子宫形状异常诊断 没有办法做全部 比如说它如果说是一个单脚子宫 你做子宫镜可能 除非你很敏感 就是这边这个病人 左看右看左边一条素卵管 没有第二个素卵管 那可能就是单脚子宫 对 不过如果说病人怕素卵管是你的痛 你不妨也可以安排一个子宫镜 因为子宫镜很简单 门准就可以做 而且时间也非常快 一分钟以内就可以看完 好 那么这个阶段呢 我们同样先进行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下个阶段呢 我们有开放现场的扣音电话 观众朋友 有任何这个习惯性流产的问题 想要请教蔡医师呢 都可以打这一支电话专线 电话号码是7264613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蔡峰博医师 资历 博源妇产科院长 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运症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获颁长庚最佳医师奖 傅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昭博市博源妇产科 院长蔡峰博医师 副院长陈昭文医师 专制不运症 地址在昭博市中正路一段 392号火车站旁 片话047260678 国运用心使您更安心 欢迎回到祝您好运的节目现场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妇产科蔡峰博蔡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观众朋友谈一谈 有关于习惯性流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透过案例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所造成的这种习惯性流产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他33岁 那本身就是有夜间不过率 久久才来一次都毛症 有青春痘 而且有黑色鸡皮 这种很典型多浪性暖潮症候群的 有身体的征兆 那我们 他本来要做人工受精 打针打了三天之后 他忽然要求做四管婴儿 因为他看到 这样来得及 来得及 来得及 第三天还来得及 因为他看我帮他做餐 菩提炮他那么多 那他很比较晚分年纪有点大 从台中市过来一个病人 那我们就帮他做了四管婴儿 一口气怀了四胞胎 那四胞胎他一开始很高兴 他说蔡醫師我要帮你 帮我解成龙虹胎 我要吃一口气生龙虹胎 那后来每次来做产检 就是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在故事 在电视中题目提过 就是说他每一次来就死掉一个 本来有四个心跳 那一个礼拜来剩三个心跳 死掉一个 再下一个礼拜来 剩下两个心跳又死掉一个 哇那这样还敢再来吗 有时候变成都说蔡醫師 你是不是炎龙王 就每次来找你 就给我死掉一个 后来还好啦 上天终于有灵敏之心了 就死了三个 留了一个这个男宝宝 那你会问说 为什么多囊性暖胎的中文群 跟他这个流产 或这么奇怪的胎子附中有关 自动检胎 对 有人比如说 他聊不久死掉一个剩三个 他是一口气死掉三个剩一个 多囊性暖胎的中文群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质 叫做Pi1 P-A-I-E 1就是E 这是什么意思 在多囊性暖胎怀验的时候 这个Pi1系统会强 会活跃起来 那这个会在怀验的当中 妈妈的子宫要进入 胎儿身体那个 那个胎盘的血管会晒住 所以你本来小孩子 就是靠这个胎盘 从妈妈那边得到羊 得到血嘛 那你一晒自己 不是好像鼻子被敲的 被窒息的 所以他就是 那个多囊性暖胎的中文群 为什么容易流产的原因 很多病人就是多囊性暖胎 多囊性暖胎的中文群 然后他来招我们的时候 他一次我已经流产四次了 就是按法院流掉 我说多囊性暖胎的中文群 流产的比例 如果照国外统计 是从百分之六 二十到七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的流产率 代表你四次法院 有三次会流产 你说这个比例高不高 所以 如果你今天 这个病人是因为 没有前置作业 去吃胰岛素的强化剂 比如说像是假国民 或者是爱妥糖 有一种 如果有吃的话 那个问题会减少 但是也不会减少到 完全没有效果 就是说正常人 可能流产率是百分之十 那他多囊性暖胎中文群 如果有吃假国民 或者是爱妥糖的话 他的流产率会从 百分之七十五降到 二十了不起 吃越久降越多 所以有些病人 常常比如说多囊性暖胎中文群 我们要帮他做人工受精 或做试管婴儿 要他说你下个月要做 让你这个月先吃美佛米 因为吃了会拉肚子 很不舒服 会恶心呕吐 不想吃东西 会减肥 那病人就不太想吃 我们常常 不想吃这个到底要干嘛 我们一定会很严肃的 小语大译就说 因为吃这个会减少 你的流产比例 或者的话你将来 做试管婴儿也会流掉 也是有病人 做多囊性暖胎中文群 好不容易滑到一包胎 结果也还是流产 在这个海亚这病人有四包胎 所以流流流还有一个 你做一包胎的话 一流就没了 所以多囊性暖胎 症候群的患者 他就是本来就不容易怀孕 但就怀孕以后也会容易流产 所以就是必须要做这样的治疗 对 所以多囊性暖胎中文群 引起流产的原因是 它从两个角度来造成流产 一个是血栓 那一个是荷尔蒙 因为它的暖胎里面的荷尔蒙 胸性是过高 LH过高 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习惯性流产 要找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荷尔蒙 那哪些荷尔蒙要检查 不是所有的荷尔蒙都检查 你要去抽甲状腺 过高过低都容易流产 你要去抽 有没有多囊性暖胎中文群 你要抽黄理士够不够 那很多病人拿着报告给我说 蔡医师我的黄理士不够 我一看 怎么夜间第三天抽黄理士 我说第三天黄理士一定不够 就零点几 你黄理士一定要在夜间 第二十一天 就排了你之后七天去抽 那很多很多病人 常常拿着报告来给我说 蔡医师我黄理士不够 所以我流产 我说你这个黄理士第三天抽 没有意义啊 因为黄理士第三天一定很低嘛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黄理可言 你要在夜间第二十一天抽 所以卵巢功能是夜间第三天抽没抽 可是黄理士就是要很后面很后面 就是排卵之后才能够去验 所以黄理士不够的话 这个也是 所以黄理士脚酸性功能 再来就是多量性卵巢 还有一个是血糖 为什么要用血糖 就是说当这个病人有糖尿病体质的话 然后第二型糖尿病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又跟多量性卵巢 扯不开啦 那这一些病人本来就容易流产 所以曾经我看过一份报告就是说 四管婴儿成败有三个大原因 一个是种子 一个是BMI 就是他的身体回胖 就跟血糖有关 那再来就是年纪 那像请教蔡医师 就是说像那个糖尿病的问题 就是说是发生在女生身上才容易流产 还是说男性的朋友也会 不会啊 就是丈夫如果糖尿病的话 她的肩脂不会影响到流产 是太太的体质 是太太的 就是怀疑了之后像 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病 她怀疑了之后 她体内的血液的一些糖尿病的体质 容易让她流产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是胖的 或者是糖尿病的 通常我们会要求你 你适当的控制体重 把体重减下来 BMI减少到一个理想的程度 那这样会增加 所以你减少流产率 是 我们看下一段BCR 好 那这个是做腹腔镜 腹腔镜在做习惯性流产 大概只有在看子宫的形状 后 子宫形状的矫正有帮忙 所以在习惯性流产上面 腹腔镜的角色 其实不是比例不是那么重 不是那么一定要做 当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说感染 比如说她的生殖器官 有受到一些比较像P镜啊 磷病啊 这些练球镜 这些有的话 那有时候会从腹腔镜看到 那你会问说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像PE镜 你做腹腔镜 如果把那镜头转到肝脏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肝沾黏 那肝沾黏大概只有一个可能性嘛 就是所谓的PE镜 菌菌感染 对 所以不是 腹腔镜检查不是习惯性流产的必要 所以不要 我现在我习惯性流产 我什么都要做 我子宫镜要做腹腔镜要做 什么时候要做不是 如果说有时候你 能够很具体的把你的身体上的部署 或你有生过什么疾病 或者你家族有什么疾病 或者是说你身上有过 比如说有血栓这样子 你很详细的跟医师说 有时候有经验的医师 像我几乎所有流产过 常见都不常见的习惯性流产病 什么原因都砍过 我都医过了 我都遇过了 所以你如果告诉我一些你的症状 我大致可以把你锁定到一个很固定的方向 那你检查项目就会被压缩的很少 那你如果说什么都不讲 我就是习惯性流产 那恐怕检查起来 没完没了 所以能够提供给医师越多的资讯越好 对 然后如果说你找的也是一个 对习惯性流产很有经验 或是医过无数习惯性流产的医师的话 那对你帮助特别大 因为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向去找原因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你治疗 我们看下一个故事 好 这个也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问题 对 那他曾经习惯性流产 他就讲得很具体 就是他有多囊性卵巢中间流产三次 那我们就让他 你就先吃美红明三个月 那他这次怀了双胞的黄黄胎 就不再流产 所以这个故事跟刚刚那个 那故事是根本 他就人工受精中间要求 跟我转出试管营 所以来不及来不及应变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有防患在线 所以习惯性流产也可以自动出击的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 他的习惯性流产是来自于 多囊性卵巢中后群 是来自于血糖的因素 是来自于胰岛素主抗的因素 好 我就用美红明 那现在有个新的药叫做爱妥糖 因为美红明一天要吃三次 有时候吃了辣肚子 那爱妥糖这个药呢 一天只要吃 一天只要吃一次 一个次只要吃半颗 不过爱妥糖的坏处就是 吃了会水肿 脚会水肿 对 不过至少没有美红明这个 这么强烈的腹泻的副作用 对 是 所以这个故事跟三个故事都是指向一个 就是说其实多囊性卵巢中后群是可以治疗的 是 不 习惯性流产性是可以治疗的 比如说如果说我锁定你的原因是来自于多囊性卵巢中后群 那我们很了解多囊性卵巢中后群一起流产的原因是来自Pi1 那我就用美红明把这个系统截断 让它不要来干扰 那就没事了 是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原因的话 其实这个习惯性流产的问题都很容易解决 没错 但是就是说你方向不对 或者说眼底打断很多病 就是说我在吃什么 平常要改善体质 有时候病人 也只能不能够讲说他吃什么改善体质 不是不想跟他解释 就是说他有这个想法 你跟他解释他 你跟他解释他也听不进去 但是他讲的那一些改善体质的 就医师的角度或者做西的角度 我们其实也听不进去 因为我很想问这个病人 就是说你体质很好有什么好改善 但是有时候是没办法改善 如果是这个人